大家好,我是乖修缠 今天是2022年5月16日 咱们做一下复盘 那么前方十字路口 请减速慢行 防止急杀之 产率分析 推演 请供参考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 从个股的表现来讲 那么呢 涨停板112加 涨幅7%以上的 也有133加 别说呢 个股表现还算活跃 但是呢 对于指数来讲 这个位置的话呢 已经呈现一定的皮态 和有一定的隐患 这个隐患从什么地方展开的呢 那么我们来看啊 首先 对于我们的上证指数来讲 今天呢 是一个高开低走的阴线 这样这样的一个小阴线的话呢 量能 其实呢 还是属于五军量线的下方 那么从 日开的一个视角来进行观察的话呢 那么从2863 它是日线的一笔上 那么日线一笔上的话呢 我们来看啊 从前面的三千 从前面的3703 好 3708点位以来 那么对应的话呢 我们用画笔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看待 好 一笔下 日线一笔下一笔上 一笔下 一笔上 一笔下 一笔上 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 什么比较呢 那么每一个一笔上 它和前面的一笔下相比较来讲 它是属于下跌的力度是强的 反弹的力度是弱的 好 那么呢 下跌的力度是强的 反弹的力度是弱的 下跌的力度是强的 反弹的力度是弱的 那么当前这一笔有没有走完了 目前来看的话呢 首先 日开还没有出现顶分 但是呢 一旦出现强顶分破五均 那么呢 就要进一步的防风险了 没有出现强顶分之前 这个位置呢 日线一笔上 但是呢 这个日线一笔上的内部 它已经有五分钟的结构 而且呢 五分钟结构 已经呈现了背驰的一种姿态 好 那么从30分钟视角来进观察的话呢 那么当前它对应的一个特征 30分钟 MICD是属于顶背驰的状态当中 红柱的面积 红柱的面积 这个位置的话呢 对应的 它也是属于刚刚形成金叉 立马又死叉 所以说呢 它还是属于MICD 30分钟级别 MICD30分钟 手势图当中 MICD顶背驰的延续 所以说这个位置的话 也是需要谨慎的 然后从30分钟的走 结合到刚才是开的一个表达 这种30分钟视角来去看待 咱们前面呢 把32008 就是3300点附近 3290的位置呢 把它视为30分钟级别的 三零卖点 那么当前的一个反弹 它的一个定性是什么呢 可以把它理解为 30分钟中枢组件来进看待 这是30分钟线线上 30分线线下 当前的30分钟线线上 这个线线上的话呢 是随时可完成的 好 那么这个基点呢 是可以把它当时一个 30分钟的中枢组件来进看待 所以说呢这个位置要小心 谨慎一点 再结合呢 MAC顶背里的一个公认 那么我们再用5分钟的视角来去观察 用5分钟的视角的话呢 那么从2863的位置 对应呢 它已经是一个5分钟的盘整上 且背驰 5分钟线线上 5分钟线线下 5分钟线线上 5分钟线线下 5分钟线线上 那么在这个基点的话呢 那么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什么明确呢 它反弹的力度是一波弱于一波 内部已经呈现了这样的一个背驰的关系 好 这是一个视角 那么后面的推演的话呢 那么有两类 哪两类呢 一类是继续延续5分钟的中枢震荡 围导着这样的一个5分钟中枢 来进行展开进行中枢震荡的一个视角 就是这个位置考察界点 把前面低点作为一个重要的观察点和防守位 如果说呢 回落内部呢 有一分钟的结构和背驰 同时的话呢 前面低点不破 总体来讲 它的重心还是属于上移的一种状态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那么不排除 作为5分钟中枢震荡 不排除的话呢 后面哪怕再给一个向上冲高走离开段的可能 但是呢 在网上的话呢 对应的也是要比较他们的背驰关系 就是呢 未来会不会这样去推演 会不会这样去行走 不做主观预测 只是做推演的一种可能 但是呢 在这个位置 像今天这样的一个高开 一分钟没有打破背驰 五分钟也是没有打破背驰 所以说呢 像这样的节点 首先呢 是要以谨慎防守来应对的 那么这是一直推演的一种方式 另外的话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对应的 哎 五分钟的先端下回落 一分钟的走出来前下 五分钟的先端下的回落的话呢 比较力度比较强 反弹呢 又不能给新高 那么防范什么呢 防范五分钟的反向运动 如果说五分钟反向运动走出来 内部有背驰前面低点不破 那么对应的 他就会上演 30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 不破前低 30分钟级别二买 破前低的话呢 如果说和前面有这样的背驰关系 那么对应的话呢容易触发 30分钟级别的一类买点的一个视角来进行看待 好 这是上证指数用五分钟的一个维度来进行观察 那么用一分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当前用一分钟的同级别分解来进行看待 从2863以来 他走的是一个一分钟的走出内心上 一分钟走出内心下 一分钟的走出内心上 一分钟走出内心下 一分钟走出内心上 那么当前这个位置呢 可以理解为两种观察视角 一种观察视角呢 可以围绕着前面这一个一分钟中枢的进行中枢震荡来进行看待 这是一种 第二种的话呢 把3102的位置用同级别分解来讲 已经可以独立划断了 这个划断的话呢 是一分钟走出内心上 这个位置呢 在一分钟走出内心下的中枢组件中 这个一分钟组件当中的话呢 后面观察的是 如果说给个一分钟的线下离切断 观察他和他是否有背词 如果没有背词的话呢 那么深入观察第二个一分钟出书 深入了第二个观察到一分钟的三脉脉 如果说有背词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一分钟走出内心下 然后再去观察一个一分钟走出内心上和前高的关系 以及那是否出发背词 好这是从一分钟的视角 那么我们结合呢 不管是从日开的一个表达 日开的话呢 中面看什么 看他当前的一种位置 那么咱们前面经常讲到的 像315320一个压力区域 这个压力区域呢 主要是前面这个平台的增长区间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增长的过程当中 那么31500到3208 在这个区间呢 它是有个小的压力平台的 那么在这个压力平台附近 那么这个位置呢 又连续缩量 那么我们来看啊 就是当前的一个表达来讲 就是属于日线一比上 但是这个一比上的话呢 那么第二段的上涨和前面第一段上涨 它的整体来讲力度是衰竭的 量能来讲的话呢 也是呈现的缩量 存现在五军量线的下方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从四开防顶分破五军 从30分钟视角的话呢 防翻的是30分钟中枢组建之后的 闲下回落 而且呢30分钟 MSD顶背里的公正 那么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呢 它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结构 而且的话呢 有五分钟的 五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背词 用一分钟视角来看的话呢 只是一个一分钟出处组建 或者中处震荡再去跟踪 所以说呢 把以上的多个维度 相结合来讲 那么呢 实质路口 减速慢行 避免踩急刹车 当然了减速慢行过之后呢 后面如果真的给你带有抵抗式的回落 就是呢 缓跌的方式 然后的话呢 以五分钟中震荡的一个视角 那么回落下来之后的话呢 一旦用低气高抛的视角可以去跟 如果说呢 回落的速度比较急切 没有内部没有背词 那么呢 要等待一个下跌的结构和新的背词点出现 再去观察 这是对于指数的一种多级别的视角来进行推演 不做主观预测 但是呢 从客观的强弱表达来讲 此处是该谨慎的 而且的话呢 我们来看在今天 上午盘 讲到的话呢 防范的是五分钟盘整背词一脉 三十分钟MAC顶背离是已经比较明确的 然而在上周五的时间呢 也是讲到即将到达 即将到达什么呢 十字路口需要警惕 好 这是对于上证指数 那么对于创业版纸的话呢 我们来看 像创业版纸当前的一个表达是什么呢 它也是属于 呃 当前的还属于单阳不破 但是呢 单阳不破连续三个交易者 也属于这样的一个缩量状态 在五分量线的下方 那么用五分钟的一个走势结构来去观察的话呢 那么下方对应的是2271 如果说呢 这个位置 回落两 就是前面的五分钟中枢上演始终不破 内部的话呢 因为承认证的被吃的几点不排除 给一个五分钟的三雷买点之后呢 再一个反弹的动作 但是呢 当前的一个几点什么呢 当前的几点 它的量能是属于缩减的一种状态 而且呢 从30分钟的维度来经看待的话呢 那么30分钟 它的30分钟的 三雷卖点的这样的一个隐患并没有被打破 因为从2122 一直到2400 它走的话呢 其实还是属于一个30分钟的线段上而已 这个30分钟线段上的话呢 和前面的一个比较来讲的话呢 它的30分钟三卖的这样的风险没有被划解 而且的话呢 长周期来讲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下降通道 并没有被打破 那么呢 在较高级别 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下降通道当中 或者是呢 从它的30分钟的三雷卖点 这样的一个隐患并没有被化解 并没有被打破 那么这个几点的话呢 也是要谨慎对待 好 那么从板块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呢 那么像今天 其实呢 像农林牧鱼也好 煤炭也好 像地产 等等 那么像这些板块的话呢 更多的也是一种 一种前面活跃 前面呢 移动过 当前的话呢 是一种反复 而且呢 对于地产板块呢 有一定的消息刺激 但是今天的走法的话呢 也是属于高开 之后呢 冲高回落的这样的一个剧情 所以说呢 对待当前的一个行情节奏来讲的话呢 你要是从板块的一个视角来看 其实更多的板块的话呢 留心去发现 如果说呢 反弹触发的是30分钟级别的 三连卖点的隐患 那么一定要小心 好 如果说呢 30分钟层面来讲 它是触发卖点的 那么5分钟级别的 呃 背词段 那么高度小心 如果说打破了30分钟级别的 这种三迈的隐患 那么呢 5分钟层面的又没有背词 没有背词的话呢 那么它的一个回落 只要说呢 不破5分钟中枢的上沿 用5分钟级别的三连卖点 观察三连卖点触发的一个条件 还能够去跟 如果说呢 35分钟就能低级别 有背词 高级别呢 又在卖点附近 就要高度警惕 高度小心 如果呢 高级别来讲 打破三迈 低级别又没有背词 那么回落的话呢 依然可以用 低级别的买卖点 这样去跟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那么呢 核心的一个观点 核心的一个态度呢 就属于私入路口 谨慎 慢行 然后的话呢 防范 让自己踩几刹车的情况出现 好 那么这是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那么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 再见